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对象的我 没有这烦恼 哈哈哈哈 因为你知道过几天就是情人节了嘛 如果你还是决定好好的跟这个人在一起 然后给他个惊喜的话那太好了 因为今天我就要给大家一首非常开心的 一点都不忧郁的歌送给你们的就是好想好想你 那这首歌呢特别适合在情人节送给你的另一半 因为曾经我也有这样子想过 所以我就写了这样一首歌嘛 当子齐在20岁的时候 因为觉得对这个世界很失望 对这个爱情非常的失望 然后写了泡沫这种歌 我当时都忧伤的真的不得了啊 可是现在还是可以遇到喜欢的人 然后写出好想好想你这首歌 所以就告诉大家什么呢 永远不要失去希望 在这里分享一下其中一个我的爱情观 我就是觉得你的另一半最好就是也是你最好的朋友 因为我自己是认为 如果你能够对另一半说出任何的快乐 任何的忧伤 你任何东西都很想跟他分享 这样的这种关系才是长久的 我听说过啊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哎我不开心的那些东西就不要告诉另一半了 免得他担心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相处 两个人一起生活 就等于大家彼此去承受对方的一切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不能说呢 如果你能够对你的另一半像是对你的朋友一样 你会告诉你朋友所有的喜怒哀乐的话 那你就应该可以告诉你的另一半所有的喜怒哀乐 我觉得如果你的另一半能够是你最好的朋友的话 这样就是双倍美好 送给你们好想好想你啊 希望大家呢过几天都可以有一个开心甜蜜的情人节